到金华城案最新的重大进展 检调一早就来到民众党主席 柯文哲的住家进行搜索 预计将会带文柯文哲 以及其他三名被告进行征讯 而整体的金华城的案件 或许就在柯文哲之中 扮演的角色 更多细节我们连线给菊杰 菊杰请说 好 请观众 金华城必案 在今天上午可以说是有非常重大的进展 因为检调一大早就到我后头 柯文哲在新一路二段的住家 要来进行搜索 不过其实整个检调的搜索过程 可以说是蛮不顺利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一大早6点20分的时候 其实检调早就出现在柯文哲的住家 但是这个时候按门铃 没有人回 是没听到还是故意不回 不晓得 于是检调就先行离开 到过了一个多小时之后 到了7点35分37分的时候 检调才又再折返到柯文哲的住家 要来进行搜索 这个时候柯文哲的住家才有人开门 不过与此同时 其实包括了时任的副市长 彭震生的住家 在此时此刻 也是被检调在搜索当中 即便他在过去 疑似是有转为这个污点证人 但是因为现在 整个京华城案都有了重大进展 所以呢 检调整个是不断的 又再来进行搜索 但是其实整个关键呢 或许就在于 柯文哲在京华城案之间的一个角色 包括了 其实在昨天他的记者会上 其实又强调了 他跟沈庆金 在他整个这个总统大选落败之后 有到淘桌影员要来唱歌一次 他说就那么一次而已 其实听起来 似乎是有点此地无垠三百两 因为去唱歌 证实的就是 他跟沈庆金之间的关系 其实或许算是蛮好的 而且呢 其实在整个 他们之间到底有没有不当往来 又或者是说 他跟沈庆金之间 有没有不当的金流往来 都是整个检调要搜查的一个重点 而预计呢 在稍待会的时候 检调就会带走 韩柯文哲在内 以及其他三名被告 一起来进行一个约谈 但是呢 其实整个柯文哲 在整个这个金华城案之间的角色 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包括了在前一天 应小微已经被这个 鸡押进箭了 而他其实这个关键就在于 应小微说 他确实有私下来找柯文哲 为什么要私下找他 因为在整个金华城 这个陈庆案的过程当中 其实专案小组之后 整个都委会的都委 都不认同要来放宽 那么这个时候 应小微就觉得很奇怪 所以他就私下的来找柯文哲 而柯文哲似乎也接受了这个陈庆 于是 他就用LINE的讯息 来要求他的秘书 去要求整个这个 他们这些都委 要来说明为什么反对 要来说明反对的理由 这时候大家觉得很奇怪 都委会的委员 为什么要向市长 来说明反对的理由呢 好 所以其实呢 现在也包括了过去 还记得吗 当时的时任副市长彭正生 其实过去 也有被检调来约谈 但是当时呢 其实检调已经认定 他是有重大贪污之前 但也没有让他交保 只有限制住居 或许就是因为他当时转列为污点证人 而他吐露出了什么呢 其实也包括了日前 彭正生到这个议会来说明的 他说在2020年8月10号的 第三次便当会之后 很突然的 这个柯文哲呢 就直接来要求他来 作为精华成案的一个PM 而且还要求要尽速来审理 让他觉得莫名其妙到底是为什么呢 但是这时间点其实也蛮耐人寻味的 也就是在8月10号 整个柯文哲要求要尽速审理之后 果不其然在7天之后 8月17整个金华成案又再度的 陈情案又再度的送进了这个都委会 而再过了不到一个月呢 到了9月9号的时候 果然整个金华成的这个容积率就放宽了20% 所以柯文哲在之中是不是这个拍板的关键 尤其先前非常多议员又爆料出来 其实在整个都委会 都发局 还有柯文哲之前 也确实柯文哲有迁行 这个内线 似乎呢是走快速的 要来直接让整个这个金华成案 竞速的要来通过 所以其实现在呢 大家都会觉得非常的奇怪 到底柯文哲在这个金华成案之间的角色是什么呢 好 不过现在呢 其实整个政坛在今天早上 这个非常震撼淡 就是柯文哲直接的住宅就要来被搜索 那么其实政坛过去几天也都盛传 在8月底要结束之前 其实检掉就会在金华成案对柯文哲有所动作了 那么柯文哲到底是不是知情呢 为什么会这么说 因为其实在前一天的记者会 他是直接来请假三个月 知不知情 不晓得 但是也可以观察到 其实他的发型也变了 也特地的去剪短了 难道是真的知道 现在要被抓去来谈了吗 所以其实整个过程 到底柯文哲知不知情 或许也是一个关键 但是要再来回顾整个这个金华成案 其实呢 在应小微的这个关系 还有包括了沈庆金跟柯文哲之间的关系 都是整个检掉现在要清查的重点 那么其实包括了 现在我后头的这个柯文哲的住家呢 现在检掉还正在里头在搜索 当然一早受阻了 但是现在呢 看起来还是在搜索的当中 那也包括了 持任的副市长彭正生的住处 也正在被搜索当中 所以其实整个金华成的案件是不断的来延烧 而且是不断的有重大的进展 那么预计呢 今天检掉就会把柯文哲带回要来进行约谈 但是其实柯文哲在整个金华成案之间的角色 当然是洞见观瞻 而且让人非常的疑惑 包括了为什么要来决心内签 也包括了为什么要来要求这个彭正生 要来尽速审立整个金华成成情案的这个部分 所以其实柯文哲或许都要赶快来说清楚 真的不能像前一天的记者会上 这样子模棱两可 所以其实呢 在整个包括了柯文哲跟沈庆青之间的关系 他确实都应该要说清楚 因为其实现在政坛也在传啊 不只是那么一次在这个 这个来唱歌 其实也包括了很多次 大家都是有所耳闻的 那柯文哲在昨天的回应 到底是不是避重就轻呢 他说这个沈庆青只是市井小民 跟他有接触是正常的 但是沈庆青就是这个财团 所以对这个财团刀叉吃人肉 其实也看得出来 柯文哲在前一天是心虚不敢回答吗 还是说刻意没有听到 也不来回答呢 其实整个过程都是柯文哲应该要来尽速 赶快向大家说明清楚的 以上是现场最新 我们把时间镜头交换棚内